只有青云子不以为矣 只是在听到钟奎两个词的时候 眼皮轻轻挑了挑 哇 钟奎啊 张小蕊的一声惊呼 打破了沉默 冲到了叶少阳的身边 望着萧毅云说道 我说小仙肉 你是认真的吧 钟奎站得回来 萧毅云并不认识她 一时间望着她有些发愣 一边去 叶少阳捂住她的嘴 一只手搂着她的脖子 牢牢控制住她 对萧毅云说道 多谢夫君大人开案 不过本天师职责所在 不能聪明 你真大胆 萧毅云气得跺了跺脚 你要知道 只因你还没有做法斩铃 所以一切未发 一旦你开始做法 你一切都来不及了 夫君大人 也是恪守本职 不能谋私的 说完之后 别有用心地看了叶少阳一眼 说道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自己决断吧 告辞了 说完 拉着橙子 朝着远处走去 橙子回过头来 眼神带着无比的担忧 深深地看了叶少阳一眼 叶少阳冲他做出一个拨嘴亲吻的动作 笑了笑 小义云和橙子离开之后 叶少阳转个身去 小伙伴们一个个面色凝重 尤其是老郭 脸色惨白 额头上全都是汗 叶少阳招呼他们进去 把藏库门关好 因为有节界控场 不怕隔枪有耳 这小两口是来报信的吧 四宝率先说道 叶少阳点了点头 把萧玉云的话仔细想了一遍 表情也越来越凝重 小白脸这番话 主要是提醒我们 于玄记找到了好些帮手 要一起来对付我们 钟魁 二法王 还有什么尊者 叶少阳迟疑的 我还没跟佛门阴神打过交道 这什么法师是谁啊 凌空法师 地藏王座下尊者之一 地藏王座下有四大尊者 祥摩 扶妖 开斗 明法 哦 你认识啊 四宝眼皮子一番 我怎么认识 我们佛门弟子又不常走音 不过 地藏王一脉 也属大成佛教 有一些神识 人间都是了解的 我是否貌似认识这些家伙 锐冷鱼说道 任不认识不达尽 关键是 修为怎么样 四宝说道 四尊者 在地藏婆罗门中 地位都很高 只在天龙八部之下 论即便 跟七十二司司主同级 地位和修为 都在轮回司三法王之上 叶少阳恍然 拍了拍脑门说道 怪不得那个二法王也来了 我倒是忘了 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法王这个名号 本来就出自佛门 六道轮回 据说当年最早也是出自佛典 乃是地藏王用经书开辟 管世的三法王 是佛门弟子 这也可以理解 据说轮回司的老大 轮转王 也是道佛双修 老大 这个二法王 以前不是跟你打过交道吗 最后被你胖揍了一顿 这次怎么又来找抽来了 瓜果有些不屑地说道 来的人并不一定是本意 也许是上风的命令 也许是碍于面子 说完 叶少阳拍了拍四宝的肩膀 这个什么尊者 交给你了 你要是打得过他 你在佛门可就出了大名了 四宝也不推辞 苦笑道 打赢是不要指望了 只希望我这罗汉金身能挡住他 锐冷玉这时候说道 我听萧郎君最后那番话 至少还有两层意思 一是要告诉你 于玄机这帮人因为身份不方便出手 只有我们先做法斩铃 他们找到由头才会动手 停了一下 接着说道 人做事还要顾忌明解 只有一个原因 于玄机有把握夺走 对付我们 差一点就提到了小鱼 幸亏的发言快 急忙地改口 叶少阳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点了点头说 没错 他肯定是认为这个阵容 对付我们 简直是手到擒来 所以才孤明钓鱼 表现得好像被迫这么做 一来他想做出姿态 给崔府君等人看 二来 叶少阳耸了耸肩 说道 他要杀我 大伙都愣住了 锐冷玉也愣住了 这一点连他也是没想到 叶少阳说道 我在鱼拳机眼中 虽然是个小人物 但在阴司也有几个朋友 他想杀我 自然要有足够的理由 否则不方便动手 他这么一说 锐冷玉等人方才醒悟 至于于玄机 为什么恨叶少阳 自然是因为 他在中间横插了一杠 硬是保住了小鱼 将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 弄得这般复杂 他身居高位 大帝弟子 一丝之主 从来没吃过谁的亏 不免对叶少阳 狠直入骨 都是可以猜到的 叶少阳说道 既然于玄机也把我们看得这么不屑 以为守到秦来 那我们就让他见识一下 人间法师的神通 锐冷玉说 小白脸的话里 还有一层意思 于玄机一定给崔府军施压了 被崔府军顶住 明着就是让你去投奔自首 其实是让你放心 阴司那边 崔府军大人会为你承担压力 叶少阳点了点头 崔府军这面子给的 敞亮 不由得孝道 赶面 烧个媳妇给他 老郭可没叶少阳 怎么大心脏 一直愁眉不沾 这别的都好说 只是这道师 钟魁神 我们可怎么挡得住啊 叶少阳把目光投向了清云子 其余人几乎这才回过神的 意识到自己这边 也有一个隐藏级的高手 老头靠在墙边 正在玩着萧萧乐 打了个哈欠 哎呦 这其实啊 也是人 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呀 叶少阳黑黑一笑 说道 那钟魁就交给你了 清云子也不语 继续玩着手机 之后大家继续揣色萧义云 话语中隐含的意思 谢雨晴是个急性子 不喜欢猜来猜去的 皱着眉问道 我搞不懂 为什么他们不直接说事呢 暗示来暗示去的 叶少阳笑了笑 这于玄机 难保没有耳目在附近 当时也不能直接说明白了 崔府军 毕竟是于玄机的师兄 被于玄机去闹一场 面子上也不好看 谢雨晴说 可是于玄机又不是白痴 我们能听出她话中的深意 别人也不会不明白 我还要 我还要